不见段祺瑞孔乡西汪金卫的私宅出现了鬼魅幻影 请听张绍佐播讲的民国纪实评书 燕子李三 书接上回燕子李三来到春明茶馆喝茶 他把茶药上来了 可是这茶水还没等喝到嘴里边的 就听旁边啪啪一声 接着哗了一下 众密探是一拥其上要抓他 一瞬间李三明白了 自己是被针机队的这些密探们给吊上了 堵在这茶会里了 想在这脱身是十分不易啊 这时这些密探们心里都美滋滋的 喜上没烧 因为他们的局长大人有话 只要捉住李三就赏大洋一千块啊 今天说什么 也不能让这李三跑了 这时 李三两眼如电 把前后左右 就看了这么一番 李三发现在自己身背后有个窗户 那说怎么这么巧啊 他身背后有窗户 按现在的话说 这李三也有职业病 走到哪儿啊 得先看自己坐什么地方 非得找那有窗户 有门的地方才坐下呢 方才一进门 他下意识的就坐在这地儿 后边就是窗户 李三 李三 见自己被重密探堵在这嘎啦 他回头瞧这窗户 他那身子 撑就起来了 李三反应 这快 就在那队长 马玉林摔杯的同时 他把面前这张桌子 狂唱一下子就周翻了 脚尖点地 来个燕子 抽水 蹭两只手 抓住这窗户 拍下把窗户给支起来了 那真是身轻刺验 就一转眼的功夫 就跟打闪认真似的 搜 这人哪 出去了 啊 真机对这些密探都傻眼了 前阵组 算是有经验的 啊 前阵组过去 就是江湖飞贼 登大轮的嘛 他见李三 蹿出去了 他一个箭步 也蹭过来 单手一推窗户 蹭 他也出来了 抬头再看 只见前边的李三 他登登登 跑过那个小夹道 他随后就追 真机队长马玉林 带着手下这些密探们 呼拉超 也都从茶花跑出来了 这下大事乱可就乱了 路上还有行人呢 李三前面跑 前阵组在后边追 马玉林带着这些密探 在后边还喊 抓住他 他是燕子李三 别再跑了 接住 接住 老百姓 是不接着燕子李三 也不敢接李三呢 他们站在道路两侧都看热闹 前阵组在李三背后 是紧追不舍 看来这前阵组还真有两下子 在这段时间里 他还能跟上李三 说明他腿上很有功夫 追来追去 就见前边的李三 冲着西黑二跑过去了 前阵组还玩命在后边追他 可是他头眼回头一瞧 感情真机对 没有人再跟人来 就他一二追李三 前阵组赶紧放缓了脚步 心想 哎呀 不对劲 我要是追上李三 我们俩要动上手 万一我不是他个儿 他还不把我收拾了吧 他正这么想着呢 就见 几十步开外又跑过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方才在大石烂 一起发现李三的那个赵奎源 前阵组赶紧出他白手 快快追 这时李三还回头看了看他们 然后扭头跑向妹城 前阵组带着赵奎源 是苦苦追赶 瞄着李三的影 见李三进了一条胡同 那是一个高大的院墙 挡住去路 啊 前阵组和赵奎源 一看李三进了这条胡同 乐乐 心里话 心里的 天堂有路 而不走 入地无门 自来头啊 这是死糊涂的 该找我们哥俩发财啊 上边有话 只要捉住你就赏一千块大洋 我们哥俩啊 把这钱是拿定了 他俩这高兴的 一边擦着脑门子上的汗 一边逼向了李三 眼瞧着李三站在墙根下 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 看着他俩 李三还面带微笑 伸出手来指指他俩 又直指自己摇摇头 嗯 他俩你看我 我看你心想 清理的 你比较什么 啊 现在你还有心思呢 你 你什么意思 李三的意思啊 你们俩想抓我 还差着点 前阵组伸手 在怀里边一摸 喀朗嘎啪 他把手铐套出来了 向前一逼 可就见李三 冲着他俩 微微一笑 二位 辛苦了 后会有期 呐 说着这话 脚底边一摸地儿 腰两五一绷劲 汉地拔纵 是越墙而过 那高高的越墙 在李三的面前 就好像是一马平砖呢 没剑的怎么用劲 那身子都没挨墙头 搜一下子就过去了 只把前阵组和赵奎元 看得是两眼发呆 心里发凉 心里都在想啊 怪不得人家叫燕子李三啊 真是身轻四燕 好净的轻功 不过啊 今天我们俩已经追到这儿来了 李三呢 也不如说你叫燕子呀 你叫飞鸟 今天你也跑不了 他们俩顺着这道墙往前走 一直走到南点 找到正门 来到门前一看 这不是一般的住户 深宅大院 门口有四颗龙爪 上马石下马石 拴马的桩子 一边一个大石头狮子 再一看这大门呢 是中红油漆的大门 上边是密牌金钉 尚有吞口兽 口咬铜环 赵奎元走过来伸手 就要抓这个铜环 他要敲这道门 要砸这道门 要窗过这道门 去抓李三 前阵组一剑 冲他一伸手 慢慢慢慢慢慢 哎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进去抓李三呢 你先别敲这门 你先好好数一数 这门上有多少个金钉 赵奎元 听前阵组 这么一说 皱皱眉 先说抓李三 跟这金钉有什么关系 我让你数 你就数 这赵奎元一听 他还真数了一数 这大门上 有多少金钉啊 是八八六十四颗金钉 前阵组冲着呲牙一笑 奎元啊 我告诉你 这是八八六十四颗 要是九九八十一颗 那就是宫门 皇上家的门 这八八六十四颗 这是王府 赵奎元一听 把脑袋一哺了 甭管他什么王府 现在已经不是清朝了 清朝已经完蛋了 我们把门叫开 到里边是搜府抓贼 抓贼 兄弟啊 我看得出来 你是刚出来混事 不懂得规矩 怎么 这抓贼 还有什么规矩不规矩 哎 知道吗 这是北京城 在北京城市面上的事情 你不知道的多了 这北京藏龙卧虎 里边有不少龙子龙孙 另外你知道哪个府里边 现在住的是军阀 就这么说吧 你别看咱们是真机队的 就那些出了名的妓女 还有那些唱歌的唱戏的 人家拔根汗毛 比咱腰都粗 要照你这么貌貌实实的 过去啪啪啪一叫门 这要从里边出了一个老爷 太太 公子小姐 人家张嘴问一句 你们是干什么呢 啊 你怎么说 咱就说抓贼啊 抓贼呀 人家拿出一张名片 送到警察局 局长就得罚咱们 啊 那照您这么说 这贼 这李三 咱就不抓了 不抓哪能行啊 咱们已经把李三 给吊上了 看着他跳在这个府里边去了 还能让他跑了啊 咱们是一定得把他抓到 赵奎元听到这儿 莫名其妙 苦苦一笑 钱大哥 我叫门 你不让 你还说能抓到李三 这到底怎么抓呀 兄弟我现在就听您这呗 兄弟啊 你辛苦点 你在这盯着 我赶紧回去 找咱们队长 把队长请来 咱们听他的 他说搜府 咱就搜府 他说抓贼 咱就抓贼 他要说不搜府 不抓贼 咱就跟着他走 咱哥俩呀 是什么责任都不担 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 呵呵 哎呦 钱大哥 您不愧是经得多见得广啊 好嘞 就按您的主意外 那您辛苦一趟 去找咱队长 他俩商量好了 前镇组 这才到春林茶馆 找马玉林 可他到了茶馆一看 马玉林早走了 他又赶紧跑到真机队 这才见到队长马玉林 把这些事一讲 马玉林 机灵一下子 啊 已经把李三给堵到一个府上了 不敢进去抓呀 这 那好吧 我去请示局长 看来马玉林也不敢擅自做主 他请示局长唐玉琪 唐玉琪听他说明的情况 立刻下令 不光真机队的人全体出动 而且搏过来 二十名警察坐着垫驴子 喝这几十号人哪 来到王府 把这王府团团围住 马玉林这才下令 叫门 这时候赵奎元 这精神头大了 抓过这铜环子 啪啪啪啪 一阵猛敲 嗯 敲了半天 再听这府内是鸭雀无声 这怎么回事呢 马玉林把眉毛往上一跳 上去 手下这些密探和警察 你踩着我的肩 我勾着你的脚气 跳进去几个 回身把大门开去了 马玉林把手一摆 手下这些人跟着他胡拉抄 就闯进了王府 就在马玉林带着这些人 刚刚进到王府之内 忽然间就听着正房里边 有人高声鹤汗 什么人胆大包天 光天化日 竟敢搅闹王府 说了话 搜了一下子 打正房 窜出一个人来 窜出来这个人 是往前边这一站 马玉林还有这些密探文 仔细一瞧 这位有两下 只见此人四十多岁 个儿不算太高 无短身材 可是他显得特别精神 从头上到脚下 还是清朝人打扮 清朝人打扮呢 留着个辫子 在脑袋上面一盘 就像锅圈似的 此位长得圆脸蛋子 面似姜黄 两道短粗的眉毛 瞪着一双小眼睛 红鼻子头 薄嘴唇 连并胡子 清胡茶 上身穿了一件 白色的纺绸小褂 下配花丝的套裤 清断的飘摊 白布袜子 清断鞋 钉子布往这一站 左手托着两个 保定府的大铁球 右手攥着拳头 两只小眼睛 紧紧的盯着 针机队的这些人 你要问了 这个人是谁呀 说起这个人 在咱们这部书当中 那还是个主要的角色 此人乃是王府的护院 江湖上人称罪鬼 他姓张 叫张禄 为什么外号叫罪鬼呢 因为此人好酒贪杯 好喝酒 而且沾酒就醉 另外呢 这个人呢 武功很好 胡义手 醉八千拳 因此 熟悉他的人 给这么个绰号 叫醉鬼张禄 这下王府 是谁的府上呢 那是清朝的时候 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一况 他的府 庆亲王 张禄呢 在这是个护院 看家护院的 为什么刚才叫了半天门 他不出来呢 因为现在的王府和过去不一样 自打宣统三年 也就是民国元年的时候 推翻了清室 清朝啊 没了 这个府上王爷呢 就到天津住着去了 现在整个王府都空着了 说实在的 要是过去 像马玉林这样的人 也别说 闯进王府 他敢在这王府门口 多站一会儿 早就让人给抓起来了 现在的王府啊 已经没人住了 就留下这个张禄 带着几个奇人 靠着王府吃 靠着王府喝 在这住着 陪着张禄 一块看家护院 眼瞧着王府破落 他们有的时候也没办法 还出来摆个小摊 卖点什么 混日子 有时呢 还从王府里边 偷出点东西 变卖变卖 方才 张禄一个人 是坐在屋子里边 要喝酒 这菜啊 摆上了 酒也倒上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外边啪啪啪 有人叫门 张禄心里边来气了 心想我真倒霉 啊 我这刚摆上要喝 那几个奇人就回来了 那他们都回来了 这点酒 这几个菜 也不够他们滑了的 他赶紧 把这韭菜都收起来 放在壁橱之内 他这才来到外边 到外边一看 他就知道不对劲了 心里一急 这才一个箭步 窜到众人之前 大喊了一声 什么人 搅闹王府 可是 他这嗓子也喊出去了 他也看明白了 院子里边站着不少警察呀 还有一些便衣 张禄当时把语气就缓和下来 没笑 应几笑 嘿嘿 哎呀 我说诸位 你们干什么呢 马玉林上下打量打量他 干什么 我们是警察局的 眼瞧有个飞贼 跑到你们府里来了 我们要搜府抓飞 要说这张禄我不愧是王府里边看家护院的 经得多 见马玉林这个派头 他变得呀 很快 赶紧 把头往前一低 脖子往后一缩 肩膀向上一滚 左手 把这一顿铁球往身后一背 往前迈左腿 一搭了自己又胳膊 啪 给马玉林请了个安 哎呦 长官 小的不知道 长官驾到 有失远迎 长官 您到我们这儿是抓贼呀 不错 好好好 那您请 您请啊 你别看张禄嘴里这么说的 心里边骂 心里想 就你们这些人赶到王府 搜府抓贼 也就是现在吧 这要是搁在过去 王爷得势的时候 也别说你们进府啊 就我堂堂张禄 也得把你们给收拾了我 现在没办法 啊搜吧 抓吧 马玉林领着这些人 开始搜王府 啊 什么叫正房 哪叫厢房 啊 东西画院 后边花园 楼台亭阁 甲山后边 水泽旁边 全都找了 这王府啊 够大的 总共算上 104亩地 这么大一个王府 整整搜了两个时辰 啊 俩时辰 四个小时啊 这才搜完 也别说李三人呢 连脚印也没找到 喝 现在张禄把嘴一撇 这神奇劲来了 嘿嘿嘿嘿 哎呀 长官 搜了这么长时间 可够辛苦的 是不是请到里边坐一坐 我给您沮点茶 啊 您各位啊 歇歇腿 哎 长官 就这么一个小毛贼 何至于 马队长您亲自出动 想起来这毛贼 说什么 也跑不出您的手心 是不是 不就是一个小贼吗 啊 张禄说起来了风凉话 马玉林把眼一瞪 他啪一反手 把张禄的手腕子就抓住了 醉鬼张禄见马玉林 扣住他的腕子 他一提气 就想把马玉林的手给抖开 可他一看马玉林 瞪着他的一双眼睛 他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啊 跟刀子似的 他那心就一抖 他就没敢用劲 啊 长官 有话 您吩咐小的 啊 何必动怒啊 姓张禄他 难道你不明白 我们为什么要到这来抓贼吗 本队长早就得到了报告 你私通非贼 窝藏李三在你的府上 内沟外联在北京城塑案 因此 我这才领手下弟兄前来抓贼 你张禄不单不交出李三 还将他藏匿起来 藏匿李三就与李三同罪 那是掉头之罪 啊 张禄听马玉林这么一说 当时脑子轰的一声 他只猜明白 原来密探警察到府上来 是抓非贼李三 他连摇头再摆手 哎呀 长官 哎呀 马队长 我冲天发誓 我跟李三是绝无关联 如果我要是见着过李三 我认识李三 您就把我一刀砍掉脑袋 我也死得不冤 他说这话的时候 李三是听得清清楚楚